所以我們每天都給某家買早餐 那為了讓 當時我才23歲 為了讓自己早點能夠出名 所以我們操作了非常多 像高雄縣政府的品牌 高雄市政府的品牌 高雄市長 高雄縣長 一路上慢慢的打造 才有機會做中國鋼鐵 像這個是2005年的時候 幫忙高雄捷運做視覺規劃的部分 那包括喜哈羅 包括紅牌油漆 那我想說我們的青年局 我想我們的局長是 台灣能夠獲得世界紅顛獎的得主 這個非常不簡單 那懂得設計 自己本身就是設計師出身 所以這樣的關係我想 讓我們這一年輕夥伴 跟我們高雄在地的企業 能夠做完整的連結 這一塊非常棒 就是說當年我們要單打獨鬥 企業體也要自己所謂的尋求他適當的人 這個時候呢 我們政府通過公司部門的合作 讓他們 我想一路上他們在做所謂的沒有的工作 學習的工作 包括企業倉庫 不只是做視覺 而且從整個所謂的國際觀的角度 來談高雄品牌的價值 那我想這一塊都非常棒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一路上的成果 這裡有非常多的夜市 有非常多的所謂的企業主 需要做很多的翻轉 那我想這個活動非常成功 我想局長要一路上的 再辦更大的所謂的可能性 他也預祝現在活動